立法委員第二屆選舉區缺額補選 塑里獲選人登記完成 今天找到已經到灘市黨部辦理退選的手續 那就也代表我不會再返回民進黨 然後我現在也已經完成了參選的登記 對我來說現在此時此刻 我才是公平的站在比賽的跑道上 年輕人有衝勁為運營為社會付出 都是我們所期待的 那真的很期待小魚小姐可以激流勇退 希望她可以看清楚狀況 我也擔心她在這次的選舉受傷 我希望她可以跟我們站在一起 一起為台灣努力 那真的要祝福我們的郭國文 郭大哥 可以真的在這次的立委補選中 成功的拿下這一席繼續跟我們並肩同行 美麗島世代 律師辯護世代 到我們野百合世代的一個改革 當然我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要起後 呈現創黨的理念 起後 新生代能夠延續創黨的理念 持續在改革的路上 我們不斷的前進 雖然我們是不同的世代 但是我們都是從基層慢慢一步一步一步一腳印的爬上來 雖然我們不同的世代 但是我們都是為了理念而加入這個民進黨 所以在不同的戰鬥位置當中 我們累積的社會的認同 人民的支持 我們也期待 這樣的一個組織文化 這樣的改革路線可以持續一直下去 今天最重要的意義 在民進黨在2018年 拜選之後 我們依然有一群人 站在改革的最顯現 我們要透過世代合作的方式 讓民進黨持續的改革 讓社會不斷的進步 我想我這次參選 最重要的意義 就是透過世代合作 讓民進黨持續改革 剛剛有許多媒體在關心 會不會演變成賴、柯、韓三方的對戰 那基本上就我所理解 第一個 謝龍介議員 他現在還沒有正式宣布 說他要參選 這是第一個 那也沒有所謂的韓流來襲的問題 第二 那個關於柯會不會來插手 關於台南柯選區的補選 就我們側面的了解 證實柯是 並無意插手 第二選區的這次選舉 很顯然是空穴來風 那也有可能 候選個別在虛張聲勢 所以說這樣的三人 共同決戰的這一個情景 應該不至於會出現 他最後會對綠營的選票 造成有多大的衝擊 那以照目前為止還有兩個月的時間 那目前來看 其實很難斷論多獲勝 那基本上站在我個人的角度 我只能戰戰兢兢 小心地面對每一天的選戰 那每一個步驟的環節 然後盡可能避免出錯 來爭取最多的社會 認同與學民的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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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